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甜甜与前夫宋靖贤 于三月正式离婚 随后他又遭前夫爆料虐狗一事 如今风波稍微平息后 日前他上节目讨论主题为 这个职业好欠价 在节目上 小甜甜表示自己认为 另一半最理想的职业是牙医师 对此小孩子直呼 这样你在他面前会很丢脸 小甜甜则说到 找到帅的牙医师会省很多钱 因为现在做假牙肢都好贵 而且如果对方能够接受 看牙医师很丑的自己 那不就是真爱 一番话让小孩子笑愧 我觉得他不会接受 随后谈到网路票 选第五名最想嫁的职业是律师时 小甜甜相当有感染的职呼 律师真的很可以 自己非常感谢律师 而且律师真的很花钱 离婚算一笔 如果有家暴的话 也要额外算一笔 所以律师其实要花很多钱 还有心力 上法庭时的模样也非常帅气 职呼在对方认真 为你争取权益的时候 真的会被他吸引呢